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收看健康大讲堂 我是佳颖 那每天呢 我们都会在这里为您奉上权威的民意访谈 您可以扫一扫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通过健康大讲堂微信公众号来和我们进行互动 那么现在随着人们的健康意识的不断的增强 以及检查手段的不断进步 甲状腺节节已经不显见了 经常出现在我们的体检报告当中 那么随之而来的也就是各种疑问 有些朋友就会想 我为什么会得甲状腺节节 甲状腺节节到底严不严重 需不需要治疗呢 那么今天我们就带着这些疑问来请教 湖北省肿瘤医院头颈外科主任朱又华 朱主任您好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朱主任您看 现在又是到了这个岁末 一般都是体检剂 那很多朋友就会发现自己的体检单 当中又多了一项 叫做这个甲状腺节节 可能有的人不以为意 觉得好像很多人都有嘛 但是有的人又很紧张 会担心这个节节会癌变 那么甲状腺节节它到底是什么呢 这个甲状腺节节的一般的 就是说我们是通过体检 或者自己发现自己的脖子上面 这个甲状腺部位里面长了一个小小的肿块 或者长了一个肿瘤 我们统称为甲状腺节节 为什么现在这个甲状腺节节的发病率会这么高啊 检查报告当中一查都有好多哥 确实是的 就是说我们这个甲状腺节节的减触率 近十年以来 就是说比十年以前增加了 接近三倍 并且是我们现在所有的肿瘤中 就是说我们叫发病率增长最高的肿瘤 但是呢我们有一个数据告诉大家说 虽然甲状腺节肿瘤的减触率高了 但是它这个死亡率并没有增加 他说为什么会这么高呢 就是我们认为最主要的原因 是我们现在我们大家的这个健康意识 比原来要强得多 就是我们通过这个体检呢 发现的比较多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检查的手段 也比原来要好得多 原来我们可能就是没有这么好的检查手段 发现不了这么多的节节 但是我们现在有很好的检查手段以后 所以比原来更早的更多的发现了 这些甲状腺的节节 那么节节到底是怎么产生的 是不是像他们有的说吃盐吃多了 而且这盐里边都喊点不都是点盐吗 跟这个有直接的关系吗 我们国家从95年开始加点以后 大家知道我们减少了很多病 比如说我们科定病 抽搏者病 包括一些呆小症 所以我们这个加点对我们国家的人群的 不管是制定还是体格的健康 还是有很大的好处的 但是我们现在的科研认为的这些节节 并与我们这个甲状腺癌的 这个甲状腺节节的发生率提高 并没有明显的关系 所以这个加点吃点盐还是比较安全的 并且是对我们有很大的好处的 也就是说没有必要去刻意的回避这个点盐 专门去买五点盐在家里边吃 对长时间缺点可能也对身体有其他的不好 对吗 对特别是我们湖北地区 它属于是一个点缺乏的地区 所以我们一定要吃还是要吃这个点盐 那么这么说来的话 甲状腺癌节节到底是什么样的人群容易得 是什么原因呢有没有 对这个甲状腺癌节节为什么会发生呢 我就是这个肿瘤来说它这个基底并不是特别清楚 但是我们认为与下面几方面还是有一定关系的 第一个就是说我们这个放射线 就是说接受放射线比较多的人 特别是颈部的放射线比较多的人 相对来说容易得这个甲状腺癌节节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说甲状腺癌节节虽然它没有遗传性 但是有家族性 就是我们也经常碰到一家有两个三个甚至四个 都是同时得这个甲状腺癌的 就是与这个家族的基因还是有一定的关系 第三个就是我们刚才前面提到的 与这个点的缺乏 与这个锡的缺乏 这些温量元素的缺乏还是有一定的关系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说我们为什么会提上 大家还是吃这个正常的点盐 确实这个点缺乏还是对这个有很大的影响 还有一个就是女性因素 我觉得性基础还是有一定关系 大家知道这个甲状腺癌节节的发病率 女性比男性要多两到三倍 对 有听说 对 它为什么多呢 就是实际上我们觉得这个性基础还是有一定的关系的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现在就是认为这个生活的压力的增加 与这个病的发生率增加也有一定的关系 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它有这个健康的生活和良好的心态 您刚才也提到了 其实影响这个甲状腺癌节节发生的因素里头 辐射是比较重要的一个影响 对 那么像我们平时玩这个手机啊 还有电脑啊这一些的话 它对甲状腺癌节节的这个发生有一定的关联吗 这个我们现在认为这个门很小的这个低进量 对我们甲状腺癌没什么太大的影响 为什么说这个甲状腺癌对这个放射线有影响呢 主要是指这个短时间节奏或者长时间节奏比较大尽量的这个放射线 我们自己啊在家里边能不能做到自测啊 就是甲状腺癌节节的话 是不是用手去俯处这个地方 好像他们说推一推看能不能动就能判断这节子好不好 您教我们这个方法好不好 这个是可以的 就是我们一般来说建议啊对着镜子 首先它这个甲状腺癌节涨的气管的两边 它会随着这个吞烟上下活动 所以我们自己测的话一般就对着镜子 摸一摸我们这个喉绝的下面 叫喉绝下面这个这一块 要是摸到有节节的话 它有个特点它就随着吞烟会上下活动 一般来说这个甲状腺癌节 我们要说是小于一个尼比的 实际上就是专业的医生理都不一定能够发现 那摸得到吗摸不到 一般很少的摸得到 但是超过一个公分以后 这个节节超过一个公分就有可能 就专业的医生就有可能摸得到 节节的话那有节节就一定是不好的节节 那也有良性和恶性的区别嘛 区别在哪里啊 对这是个很好的问题 就是说我们发现的甲状腺癌节节 大家也不要过于紧张 就是说我们一般要做个检查看看 根据我们这个常规体检的这个看呢 实际上这个甲状腺癌节节的发病率非常高 高到什么程度了 我们报道了有些是30% 有些甚至最高的区别达到70% 就是做体检的人群都会有甲状腺癌节节 我们发现甲状腺癌节节以后 我们会做一个 一般是做采操 会有一个鉴别诊断 会有一个分级 这个分级是什么意思 我们一般是分到5级 1级是没有问题的 2级就是说是 完全认为一点问题没有也是 3级就是什么意思 就是倾向于良性的节节 一般来说分级到4级以上 这个时候可能就 我们就怀疑就有可能出现恶变了 包括4级我们还分到4A 4B 4C 越高呢就是我们出现恶性的机会 它就越多 还有分到5级了 一般我们就说这个采摊的报告 比如说它描述这个节节 第一个有个大小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是叫中恒比 是横着长还是竖着长 第三个呢它的边界是不是很清楚 第四个就是有没有钙化罩 第五个呢就是我们的血流 是不是很丰富 假如说这个节节 就是说我们的边界不清楚 又有钙化罩 特别是很细小的钙化罩 这就是血流很丰富 还有我们的重恒比大于1 就是它竖着长的节节 这种情况我们一般分级就会比较高 我认为就是有可能是恶性的 假如说这个采摊报告告诉我们 边界很清楚 血流也不是很丰富 并且没有钙化罩 或者是完全就是狼性的 这种情况我们大部分都认为是良性的 那么咱们在诊断的手段当中 除了B超还有哪些手段 能够让我们尽快地确诊 这个假装性节节的性质 对 就是说假装性节节一般我们发现以后呢 就是说大家都想知道 它是个什么样的 是良性还是恶性的 要不要处理 所以这个诊断就非常重要 就是首先我们前面说的这个彩操 它就会给我们一个有个大致的分级 就是说我们医生就心里就有个判断 这个有没有可能是恶性的 还是良性可信的大 要是我们怀疑有恶变的 或者是准化比较大的情况下 一般医生都会建议做一个彩操引导下的 假装性的穿刺 这个我们现在认为是这个手术 是治疗之前诊断是一个经标准 所以一般都会建议做一个穿刺 穿刺的话 对这个假装性本身会不会造成一定的损伤 对 这是大家很关心的问题 就是我们这个穿刺会不会造成转移啊 会不会造成这个肿疗的波散呢 我们应该说是穿刺是个很安全的检查 我们全世界每天都要做9万例的穿刺 都说我们这个统计资料早就出来了 所以说穿刺对我们没什么太大的影响 但是这个穿刺呢 可以决定我们这个 一个是可以诊断病情 再就是对我们这个需不需要干预 需不需要治疗 它有个很好的这个推荐借鉴作用 那么不管是良性还是恶性的 我觉得就是患者他自己能够有 自体有感受吗 能感受到这个截子的存在吗 对 就是说我们这个大部分假装性 患者是没有感觉的 一般呢就要长得很大 或者出现一个症状以后 才可能有感觉 比如说它会压迫 长得很大 压迫气管 你会有这个憋气的感觉 再是压迫食道 会吞动性有梗走的感觉 还有一个很重要 就是说有些人会出现声音施压 出现压迫这个神经以后 这个时候才会有感觉 就是我们在临床上碰到了 觉得就是90%的假装性结果 病是没有任何感觉的 但是是不是大就不好呢 这个也不一定 实际上我们作为临床医生来说 更在意的是这个假装性的性质 就是再小的也可能是癌 再大的它也不一定是癌 所以也不是说越大就越怕 但是当然就是说这个大也是 大小也是很重要的因素 就是决定我们要不要干预 要不要做这个治疗 那么如果咱们有了一些节节 又无法判定它到底是良性的 还是恶性的话 一般多久去复查一次 来观察它的一个发展比较好 对 就是对小的节节 或者认为良性的节节 我们一般是认为就是半年查一次 要方便的话 要是实在不方便 一年肯定是要查一次的 但是我们怀疑是恶性的 可能会这个复查的频率 会更加高一些 也许三个月四个月 但是就是我们还是推荐大家 就是说一般这个复查 不要早于三个月 很多我们经常碰到 有些患者甚至一个月查一次 我们说这个没有什么必要 一般来说甲状腺节节 它有个很 它发展得很慢吗 没错 就大部分甲状腺节节 都95%的都发展得非常慢 三个月之内的变化都不是很大 那么注意上 现在呢整个就是查出来的 甲状腺节节的这个比例有多高啊 然后就是癌变的这种比例 恶性的 对这个统计数字 就是说我们整个来说 它有个大概的比例 就是我们前面说了 就是说发性节约的这个概率 通过采仓 是30%到75% 这个概率 就是说我们这个变化是挺大的 就是常规体检 但是这种发性的节约中 大概有我们一般认为 不超过5%是恶性的 所以这个比例并不是很高 并且只是怀疑恶性 这些怀疑恶性 就是说只要是这部分的人情 才需要做这个进一步的检查 那么良性节节有没有一种可能 长着长着它变成恶性的节节了呀 对这是很多人关心的一个问题 实际上我们现在叫做出生论 为什么叫出生论呢 就是这个节节 它刚开始出来 它是良性 它就是良性的 它刚开始出来 它又是恶性的 它就是从恶性的开始生长了 它并不是说是良性的节节 变成恶性的 这可能是我们大家很容易出现的一个谬误吧 应该说是 所以为什么就是刚才我们主持人问 就是为什么很大的节节 我们也不担心 因为它这个节节长出来的时候 它已经是良性了 出生论 对 它长得很大 它也是个良性 不太会改变性质 对 它有些是恶性的 它是从这个细胞学 已经出现恶变的时候 它就慢慢长大了 这个它就是恶性的 还是要随时关注 哪怕是就是知道自己是得的是良性的节节 你在没有完全确诊之前 你要随时关注它的变化 对不对 我们观察一些什么指标呢 比如说这个 现在认为它是一个三类的节节 我们认为良性的可能性大 我们要看它的这个涨的速度 这个速度就是一年之内 比如说它这个体积增加一倍 它是个什么概念 就是说不管是恒进还是长进 增加20% 就是增加20% 它体积会增加一倍 我们认为这个就是 涨得有点快了 这个就得小心 似乎是恶性的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说 我们原来查的这个淋巴结都没有问题了 后来通过一年的复查 淋巴结出现问题了 或者出现症状了 之后就觉得怀疑 它有可能就是一个恶性的 所以我们这个定期的复查还是非常非常重要 在此期间我们是不是只有水疹 没有拿到没有别的办法 比如说吃药可不可以 来帮我们消散这个节节呢 甲状腺结节现在来说 假的说没有明显的甲状腺功能降低或者增高 这个没有其他的症状 一般来说 一般是很少用药了 就是我们也出现 比如说出现甲状腺功能降低了 出现这一个有症状有疼痛了 或者活病有这个甲状腺炎的情况下 才会考虑用药 所以我们大部分的结节 要是没什么症状 功能是正常的 一般是不需要干预的 就是说你最好的情况下 就是定期期复查 那么甲状腺结节发展到一种什么情况下 咱们是需要做手术了 对 一般来说我们需要做手术的 就是大肆分为这么几个情况 一个是良性的结节 良性结节比较大的 比如说长得我们刚才说的 长得已经影响外形了 或者是有症状了 压迫器管压迫使管的时候 这个时候要做手术 第二个就是我们有一种叫胸骨后的甲状腺 长得位置不太好 胸骨后的甲状腺 因为它的温度比较高 永远出现癌变 所以这种情况下也是建议做手术的 这是良性的结节 再这种情况下就是恶性的结节 就是我们怀疑是甲状腺癌的 或者是确诊是甲状腺癌的 原则上都应该考虑急急的手术 但是有一种比较小的甲状腺癌 比如说叫五毫米以下的 没有淋巴要转移的 患者就是说这个患者不太愿意做手术 但是他愿意观察 愿意来定期复查的情况下 这种情况下也是可以考虑 就是按他定期复查 但是我们这个是有很严格的条件的 就是你一定要定期复查 一定要叫什么 就是还有一个我们叫心态下比较好 不只以为这个是很着急 这种情况下也是考虑的 那么一旦是确诊了 如果自己得了甲状腺癌的话 现在的手术方式都有哪些可供选择的 这个近几年的医学的发展 就是说特别是甲状腺癌手术的发展 进展很快 我们设备也是特别多 传统的方法就是我们一般 就是从颈部做手术 把肿块切掉或者做淋巴结的欣赏 但是现在我们医学的发展 有发展的腔筋技术 我们叫美容的手术 就是可以这个颈部不横 就是颈部看不到切口的手术 通过其他的手段 一个叫腔筋手术 腔筋的这个通道也有很多种 比如说有经过胸部的 有经过叶窝的 有经过口腔的 就是不管是通过哪一种手段 就是我们医生想 既要把肿瘤切干净 又按患者基本上看不到疤痕 所以这个手术的进步还是挺快的 那朱主任前面也说到了 咱们如果说是得了甲状腺结结 在饮食上的 其实不必要太过于去忌讳 只要是营养均衡 不要去吃一些辛辣刺激的东西就好 但是如果一旦确诊了甲状腺癌 或者说手术之后 那么这样的患者 他在饮食上有没有什么需要调整的 这个还是有一些注意的 第一个就是甲状腺癌手术以后 我们要求患者是一般是终身服用甲状腺片 这个甲状腺癌的服用的就是很多饮食 还是对它有一定影响的 比如说是豆制品奶制品 因为这些患者我们都希望都是早上来 空腹吃药 所以我们建议这部分患者就是早餐 你就不要喝这个豆奶啊牛奶啊 这些东西了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我们这个寒点的食物 对这个对这部分患者是没什么用的 所以我们建议这部分患者就是少吃 因为也不是完全禁啊 就是我们这些海制品 应该来说还是稍微少吃一点点 那咱们平时应该怎么去保护我们的甲状腺呢 正常饮食就够 就是我们主要是要做到 就是做到经常是定期的做这个体检吧 应该是很重要 我们并且建议把这个体检 做体检的时候呢 把这个颈部的采烧加上去 也比较简单 也没什么创伤性 就容易发现一些很早的甲状腺的结结 那今天呢通过朱主任的介绍 那我们也知道了 甲状腺结结啊 其实是在给我们的身体发出一个警告了 要让我们的平时呢 更加多的关注自己的身体 早诊断早治疗 好非常感谢朱主任 今天做给我们演播听 也感谢电视机前您的关注 咱们